哇 這是怎麼長得有點像巫婆啊 其實我們上一集已經把競技場趕出來了 那我覺得大致上已經畢業了啦 就是最重要競技場農出來 我覺得我們的重點就已經達到手了 大家想到這遊戲會想到什麼 就是他類似的手遊嘛 就是那個什麼超能 超能應該也是這個玩法吧 話說我都忘記我要怎麼玩耶 我想起來我想起來 然後試試給大家看一下他裡面的角色 對對對一隻最強的 欸為什麼他可以放兩隻這個啊 哇為什麼他可以放兩隻提爾 但沒有要跪魂喔 太帥了 OK嗎這個遊戲的部分 再玩一回好了